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尔白 好久不見了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個我覺得有一點可怕的東西 因為我一直都在追求的是咱們的秒傷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一波下去他的秒傷很像這樣的 有一點誇張 我這一次呢 什麼都沒有做任何動作 雖然說在晚上啦 然後還是流浪之狼 他的防禦很像有增加 但是呢 欸 我因為有這拍攝的關係 但是我在剛剛測試的時候呢 在白天 我們的秒傷呢 也差不多 甚至來到更低 有到1.3億左右 我之前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那個時候是動物殺手的更新嘛 對不對 我們的動物殺手更新之後 我們額外的零巧又有增加 那時候我的秒傷從1.2億直接跳到了1.6億 沒有錯 是跳了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因為王的血量 王的等級上升 這一次的秒傷很像降的 有一點點誇張 如果按照這麼說 每升兩感降的10%的話 他只要到124等 我秒傷就只剩下1.2億 如果再升到126等 只剩下1.1億 如果他之後到130等 我們再來給他測一次 如果我的秒傷還沒有明顯上升的話 我的秒傷會不會又被壓到1億以下 這一次的秒傷的降低 我覺得 除了王的本身變強以外 就是他的最終物防增加 跟最終魔防增加 應該是物防啊 魔防減免過分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特殊的能力是 他這一次新增的這裡 我們可以在公會起伏這邊 應該就有了 他們像有一個叫做負面效果抵抗 這是抵抗 這是負面效果抵抗減免 狀態效果抵抗 反正這個東西很像 在怪物身上也有 那我今天這個身上 如果我的技能引裝本身也是靠這個能力給他疊上去的話 是不是會有那麼一點點的差距呢 對 我在想啊 因為不然的話 這一次的降的程度也太高了吧 我之前是1.4 1.6億 然後因為剛測完嘛 剛更新馬上測 那時候還是120等 現在122等就直接來到1.4億 而且甚至是1.3億 我等一下打更久可能會掉到1.3億 我自己是覺得很像會有一點點降升值 對 那沒關係 就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們還是靠著秒傷去活嘛 對不對 我們也只能打怪了 所以如果真的為了要測秒傷的話 或許啊 我就是測單發攻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就測了一隻那個 那個叫什麼 完全不會變的能力 木裝人 然後我們射一發普攻 可能這會是我 最後測秒傷的一個地方 如果他秒傷降的再更誇張的話 我普通攻擊一發是來到1000萬 這應該就是最後了 欸 900萬怎麼那麼低 啊沒有 因為還有一堆能力 可是這樣子又要測能力的話又難測 你看我們一發就快把他打死了 除非他的木裝人未來的血量是無限啦 不然的話 如果按照這張測的話 其實秒傷這種東西也都只是參考用而已 好啦 不過雖然說參考用 我們還是來給他看一下我們這次到底降的多高吧 我們這一次用的是遠距離嘛 我們之前近距離的多重射擊是來到22.2億嘛 對不對 喔 那個感覺真的是超香的 那我們這邊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會不會還是2.2億這麼這麼的扯淡呢 好 影裝這邊該裝的都給他裝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全上吧 然後近戰距離給他尻下去 我覺得啦 如果按照這樣子講的話 我們的秒傷應該是會掉到 應該是2億啦 大概或是1.9億左右 那我們一樣給他測個2分鐘 那我們見 好 我們這邊給他測到了2分鐘 那我們的秒傷竟然只剩下1.6億 哇靠 不是吧 我手都沒有改1.6 1.7啦 我剛放完的話又會拉到1.7 如果9沒放的話又會拉到1.6 雖然說我知道這一套我的技能的調整很像是沒有調什麼 因為我記得我的技能是很早以前的那一套 所以我的技能可能有一些垃圾 不過呢 我這個技能跟之前那時候2.2億是完全沒有變的 只不過這一次的狀況也差太多了吧 剛剛只降大概10% 這個狀況降了至少6...30% 呃 至少扣了6000萬 等於是-30% 然後我也沒有點蒼蠅耶 還是說這一套其實我有點蒼蠅 沒有 我也沒有點蒼蠅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機制而導致我們這一次的降房可以降到這麼嚴重 而我這一套呢 也沒有做上任何的改變 我的寵物呢 也是拿起我的最強的這一隻五星狼 哇靠 我覺得這一次如果升到130等的話 這一套的秒傷會不會我又被壓回1億以下了 不過這也是大家都一起降啊 對 大家都一起降啊 所以我覺得也還好 只不過就是那個Kimoji的問題而已 而且等於是你秒傷越高的人降越多 欸這或許是降另類的拉低我們普遍玩家跟課長的差距 因為課長的10%跟我們的10%絕對差很多嘛 假設我今天200億被降了10%就算在190億 那我今天1億 2億好了 我被降了10%也還有1.8億 我才扣了2000萬 我們也扣了幅度而已 是不是我們的差距就越小了呢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對Sense的打擊還蠻重的 我以為我已經過2億了 結果我現在的秒傷又來到1.7億 又回歸了 完全沒有辦法 雖然說這一套是快樂表 但是快樂表 我很像也快樂不起來了 我們就等他130等之後看這個世界會多可怕嗎 所以現在大家都已經來到了122等了 對啦 現在王會跟著這個等級去跑 那我之前說我可以扛得住幽波 跟扛得住玻璃跟藍風兔這種東西 會不會到未來 我也變得扛不住了 因為我們現在撤的只是防禦而已 撤的只是我的攻擊而已 就換句話說他們的攻擊力應該也變強了吧 我現在大概200萬嘛 感覺到未來之後 可能要300萬 400萬血量才可以扛得住 所以我們白狀要打王呢 很像終究是沒有辦法的啦 白狀要扛王的話 除了前面那幾隻 或許之後連前面那幾隻都扛不太住了 畢竟他的強化幅度就在這裡了嘛 我再強化一整強化上去 然後開一些簡簡單單的強化覺醒而已 但是王的強化的話很像是完全另外一種強化 對 王的強化幅度很像有那麼一點點誇張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王升級之後 我們的秒傷降的幅度了 我突然覺得快樂表很像也不是那麼快樂的 你知道嗎 OK 好啦 今天影片就趕快到這裡 如果你有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可以的話呢 能不能給這次影片個讚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4 4 2 3 1 回電燈